字幕提供 姐夫是他 我是姐夫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做展程 少爺 是不是每一次我來用雞蛋 你就知道我哪一次 還有白色的 是哪給找的 你玩到沒東西玩現在玩老爺 那我們現在先來燙泡菜 先把水煮滾 裡面加點沫巴 燙泡菜的時候啊 我們的根要先下去 因為它比較厚 比較硬 比較難熟 然後現在我們葉子的部分啊 再把它捲下去 稍微壓一下 好 這樣子我們大概三四秒左右 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我這邊就準備一碗的冰水 待會兒來冰鎮 稍微讓它動一下 讓它那個溫度能夠持續到裡面 因為它裡面啊 通常那還有一些溫度會在 那同樣的鍋子 韓國冬粉 大概要煮七分鐘到十分鐘 我們現在來做醬料 這邊大概有60cc的醬油 這邊大概有30毫升的香油 這邊大概有30毫升的食用水 這邊大概有10毫升的糖漿 那我們把它攪拌一下 等一下把糖漿攪散就好了 在冬粉這裡我們在量 大概四湯匙的基本醬料 讓它稍微有一點味道 然後把它拌一拌 這樣就可以了喔 那我們現在來醃牛肉 大概加個四湯匙 來這大概加個10公克的蒜泥 然後我們把它攪拌 牛肉 牛肉 我用的是菲力牛排的牛肉 它的肉質是牛肉 對面的部位 那大概醃個10分鐘就可以了 在醃牛肉的同時 我們現在把一些蔬菜料 我們可以把它炒起來 好我先加點油 我喜歡先炒胡蘿蔔絲 胡蘿蔔素是子溶性的 它就會經過的熱油 把它散出來 然後我的油也會有一些香味 我們再把它炒軟就好了 來我們加點鹽巴 一點點就好了 好用這個鍋子我們來炒洋蔥 繼續炒 炒軟的時候一樣 我們再加點鹽巴 好不要加太多 我喜歡用乾香菇 因為我喜歡它的香味 來接下來我們一樣再加點油 我喜歡用乾的木耳 勝過於新鮮的木耳 因為我覺得乾的木耳 它的口感比較脆 來炒起來 煮出來 現在來炒的是櫛瓜 這是黃色的櫛瓜 這是綠色的櫛瓜 櫛瓜我們一起炒 這是紅色的甜椒 來最後啦 我們的蔥啊 稍微下去爆一下就好 來加點油 牛肉把它炒到像這樣子變色就可以了 不要炒太久 來炒上去 我們來煎蛋絲 超級油 然後炒太久 要過一次 你還要看 然後煎蛋 再加上鱸肉 煎蛋 煎蛋 煎肉 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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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來翻面囉 好 我們現在把剛才炒好的蔬菜 牛肉跟燙好的紅粉放在同一個碗子裡面 然後我把它拌 它有很多種顏色 有很多種蔬菜 還有牛肉 好我們大概拌一拌上去就可以囉 那接下來我要大概試一下它的味道 我覺得我們還要再加點雞煮的醬汁 再試一下 剛剛好 那我們現在來聊一下雜菜 雜菜是韓語 它拼起來就像是台語的雜菜 那它的做法其實也跟我們的蔬菜有一點接近 就是用很多的蔬菜和肉類做一道麵食 它其實就是韓式的炒豆粉 蔬菜的特性就是蔬菜比東粉還要多 我也很喜歡像這樣子 其實我在自己在做炒麵炒飯的時候 我的蔬菜也會 我的主要還要多 炸菜也很適合放涼了 當作開胃菜吃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今天的炸菜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炸菜 希望我搶的夠標準